他这个人就是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 而且干事情也总是半屯肺的 不像我想象中那样 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 不是健身要吃的那个鸡蛋吗 吃的比较多 早上的时候 我要给他把那个鸡蛋煮好 给他剥好 再喊他起床 往他吃他才愿意 好浪漫的场景 也没那么夸当 哪有哄啊 你每次都是磨磨叽叽磨叽叽 很耽误事知道吗这样 而且他特别喜欢打游戏 每天下班的时候 从晚上十点 可以一直打到凌晨两三点 边打吧 还得边让我给他喂饭 他打游戏失败的话会怨我 会怨我就说你给我喂饭了 你喂的时机不对了 我很委屈 其实也没他说那么严重 我是怎么想的吧 我确实也没什么坏毛病 我每天就喜欢打两把游戏 然后下班又晚 我就想着我边打量 他能给我喂饭饭 就省个吃饭的时间 我就能多玩两把 我其实就这样想 就想让他能陪陪我 都陪陪我 你打游戏 你为什么还一直让我给你喂饭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我还得睡觉 我爹爹还在上班呢 你为什么不考虑下我呀 那平时我打游戏 那键盘声音卡 想他肯定也睡不着 那你就陪着我玩一会儿 给我当观众 我自己的深夜玩 其实我想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为什么 要把失败的原因 归据我身上 你每次失败的原因 说你看都怨你 都怨你 你失败原因是怨我吗 你玩了八年 还是青铜呢你 我玩八年青铜 这个东西 我玩游戏 不如为了比赛 我就是娱乐一下 再说我说你多少次了 就是你看准时机 我有时候就是 死的时候 虚拳的时候 你给我喂饭 有时候说打正鸡蛋的时候 他咔嚓一勺子饭 嘴到我脸上 那啥也看不见 那不很容易去死了 咱们如果脱离的吃 你们俩还有没有其他的事 两件事说的都是吃啊 他任人找屎花 我去帮他干事 他上一次要出差 八点多的飞机 我早上四点的时候 就开始喊他 他不起 磨磨鸡 五点多还没起 但是六点多就得去职机呀 这日子倒好 他说 你先拿着我的身份 你先去给我执机去 不是 那你不帮我执机 那我肯定赶不上飞机了嘛 而且你早上上班时间 还早着来 你帮我去执个机 你的事情为什么由我来做呀 那我要是在那 收入行李再有执机 我肯定赶不上飞机了 那你不知道第二天八点吗 那你不能早点睡觉呀 那前天晚上不是睡得晚吗 那谁让你打游戏了 你自己的事情 你得自己处理呀 你不能能不能不要 就是依赖着我 去使唤我 去干这个事 你去没去 我去了呀 你去了 我去了 这个没原则的家伙 不是 你别去呀 你不能去呀 我又怕他耽误事 我觉得他是我女朋友 那我不让他照顾我 那我让别的女朋友照顾我 那你也不乐意啊 你多大了 还让人照顾我 不是 我觉得他男女朋友 那我住外工作嘛 对吧 那你作为一个女孩 你就把家照顾好 不是你不工作吗 我工作呀 对呀 人家也工作呀 我是说他主要的任务 是把家里和这个 我们的事给操持好 哦 就是他让你干的事 你都会干 对吧 那他会影响你吗 会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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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